這是一個漂綠的工作 它把我們騙上橋 但是可能並沒有打算下橋 這是又一次巨大的化石燃料的補貼 它幫彩團在拖時間 只要晚一天太除化石燃料 就多撈一天 骯髒的理論 它是髒的 它是貴的 它是危險的 第一個它是髒的 就是天然氣組成分甲烷 所熱很可怕 是二氧化碳很多倍 那很不幸的是 我們的蒸汽政策裡面的 會高度仰賴的葉炎氣 它特別的骯髒 它會造成非常大量的加碗排放 政府它現在不斷的強調說 天然氣它是一個橋接能源 可是這是一個漂綠的工作 因為它把我們騙上橋 但是可能並沒有打算下橋 它把我們騙上橋的好處 是它培養人民錯誤的安全感 然後它大舉建設天然氣基礎設計 把台灣的經濟鎖死在褐色的軌道 這是又一次的巨大的化石燃料的補貼 這是一種很巧妙的財富轉移的方法 它幫財團在拖時間 只要晚一天太除化石燃料 就多撈一天 骯髒的利潤 而且每一分繼續用在化石燃料上面的錢 就是一分沒有用在綠能節能的錢 那我們現在發現說 也許並沒有打算要下橋 因為已經開始改口說 天然氣不是橋接能源 而是潔淨能源 這是中油的預算書 它裡頭講了配合政府捷徑能源政策 製作天然氣捷徑能源的宣導廣告 刊登報紙 天然氣捷徑能源宣導廣告 所以喬喬的天然氣是過渡能源 已經變成了天然氣是捷徑能源 它是髒的 它是貴的 它是危險的 想要守護心中最美那個世界 希望每一個小小心願都能實現 手牽著手不要到遠 別說再見 走過下跌千年萬年 直到永遠 我會忘記了 我也會忘記了 叫你